你相信爱情吗 我相信爱情吗 我都被爱情开除三十五年了 我相信爱情吗 我也是 你也是个等人人 压根你都没入学你何来的开除呢 你不母太单身吗 城里家里太贵了 是农村找个大姑娘去 我给你麻烦 还农村找大姑娘去 咋的农村的大姑娘就得添给你啊 再说了 就你那样人得了八搜的 你个城里边看不惯你的话 人家揍你两巴掌 你还能跑还能报警啥的 那个农村连个摄像头都没有 鸡眼了就给你刨了 做话肥 开村的时候直接剥个地里 那可真是城归城土归土到时候 我咋就非得让人给跑了 妈呀 那你也不啥消停血呢 那一天蘸花草的熏花为柳的 你老丈人看不上你欺负的姑娘 那干啥不给你跑路啊 你说话真难听 我那叫放荡不禁挨自由 你那叫治安管理处罚表 第66条 哎呦什么 都能不及爱自由呢 给你抓喽 看你自不自由 哈哈哈哈 脑瓜疼 温身没症啊 腿也疼 没事了 给你知道那古代那太监 你没发现正一般人的生命都长了 为啥 而且他们武功总高 你觉得为啥 为啥呀 为啥呀 不遇得刚 哎练武才不会敌了当浪 知道 你没事吧 我小时候零八千少我就喜欢一月那有三千 哎长大时候 没想成这个 一月工资正好三千 哈哈 三千是你花钱吗老弟 你还得还贷款呢 啊 你要没啥事吧 你收拾收拾尾声 你给这个 我不收拾 我怕这屋里收拾太干净啊 就是我这一个个阿鸡 有道理 我跟你说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有自知之明你知道吧 就是为啥你封身背劲的 为啥呀 因为你不努力 老天都会收走你的财富 但反正 你要是自来就没啥财富的话 老天哪你也没啥办法 嘿嘿嘿嘿嘿 我以后再也不小心 啊 咋的了 误了啊 我发现这是个死询文 啥意思啊 你看啊 我年薪二十万 我想找一个二十万以上的 不过分吧 不过分呢 完了我有车有房 我也同样想找个有车有房的 很合理吧 合理 非常合理 那我今年二十九了 我想找一个三十到三十五之间的 是不是挺相当的 嗯 年龄相当 非常合理 对呀 那我问你 假设 你今年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有房有车 哎 然后有存款 一年三十万 你会选择我吗 不会 不会 我会选十八的 啊 你以为我 听了书经不犯 累了 我明天开请一天假 你明天收应聘器吧 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那个 我对你做心疼痕啊 当然你把你的简历 发到我另一个公司了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对你做心疼痕吗 那到哪都是你的名 你啊 我就喜欢你这危机公关 就是反应能力特别强 你之后就用你就看住你这一点 我给你底线扎200 别走了 完了 那我一定回公司干脏出店 哎 哎 姐 我没带小请电架 行 我扣你电架子 不是 你不怀疑我脱筹吗 谁用你 我能够抢你腿吗 那 那我要辞职 行 那不是你都不挽留一下我吗 你去办离职去帮我公立了 嘿嘿 毕业姐给你开玩笑呢姐 我为公司干脑徒弟 行 那你工作期间擅自离手 够你200块钱啊 哎 好谢谢姐 我给你二百块钱你知道吗 啥呀 哎 下班都别走啊 我有事要说 佳额呢 哪走啊 走可真快呀 你干嘛呢佳额 我什么东西上班啊 不是你天天这么着急干啥呀 到哪儿了 五点了 你跟我来他办公室 不是佳额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一要开会 你要走啊 不是老板 大事开小会 小事开大会 我就一普通员工 有我的会议肯定不是啥大事 缺我一个不多 少一个也不少 你怎么就没有点无私奉献的精神呢 不是我有啥无私奉献精神 我来上班的 我又不是来扶贫 你加班你也不给加班费 你天天一到下班巴巴的开会 一点都没有团队精神啊 你一点都没有啊 没有把公司当做你的家呀 你得热爱他呀 公司是我的家 你就是我后妈 钱还不要随便滑 你又想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 对付你今天给这个开会 不给我们加班费 你要是加班费给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会 现在都不想办了 我能走过 走走走走走走 你好 初次见面啊 很高兴认识你啊 我去聂 你可以叫我聂总 聂总 聂总 有忌口吗 吃什么菜呢 你就是我的菜呀 吃甜品吗 再甜的甜品也没有你甜呀 你没事吧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你说话得这么厚呢 我都要打一道素了 真的 你住的那个小区好像挺小的啊 哎行吧 我家那个小区一共三企呢 其实也不小 我是说没有太大的户型啊 我那企是 但是后期二企那个 阳房别墅啥 这二百多平了还可以 你家在哪个小区 你家多大 这么说吧啊 我家的厕所啊 都带落地床了 厕所带落地床 意义在哪呢 咋的你这边拉屎 外边围观群众给你 拍巴掌朱丽养 还有什么 哈哈哈 你还真幽默 我的意思啊 我家的厕所套内面积有120 厕所120平 咋的你住公厕里头啊 有道理 你还真爱开玩笑 你怎么还用iphone13啊 现在不都出到14了吗 懂行的都知道13箱啊 咋的你对灵动党还有信仰吗 现在新款的手机没有啥大更新 13抗打性价比还高 关键是现在拼多多 为了充业级货客 打算在未来一个月内陆续放出大批量的苹果13来转口呗 不而需的 直接上链接 手速快就能抢 库存还不少呢 为小伙伴们也争取了2000台的专属库存 保证官方证品全女朋友要去的老高了吧 不高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但是丑话可说在前头啊 我们结婚以后 你得以家庭为主 我的妈呀 菜还没上旗呢 你先提一杯了 啊 我说我同意了吗 还我们结婚之后 就我的条件 你还犹豫啊 我没犹豫 我是很很认真地拒绝你的 为啥啊 为啥啊 我他妈路吃 我这是我上你家上厕所 你还他妈得开导航 万一网速慢的话 我使在拉半道上 我就不跟你添堵了啊 完了那啥 那个你家厕所都120多平了 我就不给你抢了 这对你买单啊 你也走 以后你出门逛街可得小一点啊 啥意思 别被人接牌了 我又没跟那个已婚领导手拿手 我怕啥呀 你长得磕的呢 哎 姐 我送你条裙子 拍个视频直播 黄裙子战袍吧 不是 粉裙子战袍 你要皮子紧了吧 你想松你就直说 你不需要拐弯抹角 这事你怎么看呢 展开说说呗 那展开说啥呀 那网友都给展的够开了 那很有必要啊 首先嘛 这个世界本没有过 但是呢 因为有相机 所有就有了报告 哎 女的呢 沉浸在那个街拍的自信感 男的享受在其中的这个游泳观 但但他们忽略了互联网 带给他们的惊悚感 以及这个低估了网友们的官方感 臭不要脸 所以说啊 你看以前网络不发的啊 是吧 你从拍下来一个什么东西 再到最后登上报啥啥的 可能这期间你厉害 你就把它压下去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自媒体时代 哎 人人都是自媒体 那拿个手机 就记录呗 张家长 李家短 社会上的事 总要有人管一管 是不是 你就记录一句话 千万别做恶励的事 老弟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那苍天 都有摄像头 说得对 哎 哎 可儿姐 你也来洗澡啊 我都找你好几天了 你咋不接电话呢 老躲着我干啥呀 我干啥我怕你 怕我干啥呀 你说干啥 你给我打电话 就让我随理 那手都快 剩我兜里去了 找不着我还不得寻人启事 你给我发传票吧 你看你说的 那不家里这边有事吗 你家里哪有事呢 哎 前年 买了一个那个门市房 半个桥前 去年的门市房 开了个饭店 又半开业 你要再办两回事的话 你的房贷是不是都花完了 不 你看你那话说的 哎 你说你这回又找我啥事 你说了 这回吧 是我爸病了 嗯 你可真笑你了 那咋的 你爸病了 你要办的呀 我是你家合资医疗啊 那不是你大舅嘛 你哪这么说话呢呀 哪个医院呢 你告诉我啥毛病 我晚上去看看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 那个 你看你也挺忙的 你就随个千二八百块钱的就行 千二八百块钱 千二八百块钱 我上去你 我吃了我都不行吗 我上去那家吃这个裸去了 再说了 那钱能不能到我大舅手里都乱说了 不是那肯定能到我 你这 你可快歇着吧 我前天我还跟那广场女人看上他和那个老太爷跳广场舞呢 他特意要可利索了 他宰着干让你诅咒什么呢 要你爸指的你这下 揍死你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嘿嘿嘿嘿嘿嘿 你好 相亲的 哎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我给你点的 啊谢谢谢谢谢谢 呃 你老姑 把我给介绍过来吧 啊我知道我知道 你好你好你好 我的条件 你老姑跟你说了吗 啊说了 他说你那个离异 啊 呃 你在意离异的吗 我不在意啊 我在意的话 我就我就不来了 就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 我觉得没有啥的 我必要开明讲实话 啊 那挺好 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我每周六周日陪孩子 孩子放假 啊可以啊正常啊 就你周六周天你白天就去陪的嘛 呃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就是 嗯 啥意思 啥意思 晚上也陪的呀 哈哈 啊 那个我的意思是 现在吧 我已经离婚了 但是没离家 没离家 是啥意思 就没有让孩子知道 考虑到孩子还小 不是你考虑到孩子还小 考虑孩子还小 你别离婚的你都是啊 还不离家 那啥 咱啥可以起过呀 你别让他们说青蛙的 咱的臭玩的花的 玩的呀 我只是回去陪孩子 因为我了解之后啊 我发现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我是印针的 还认下印针的 你是裁缝啊 印针的 真的是 你早几年出生的话 那三峡大坝都不用建了 往你的 把你的大脸往那长江顶上一排排 你那三峡大坝都厚实 百年难以为大蜀都冲不开 哎呦你妈 臭标脸的要求真的 我满足不了啊 这闹天真是 不是 我没喝啊 我一口没喝 吃为啥 挖之前五十三 挖完了还五十三呢 那你是不是挖苦到欧里了 啊 给你一百万让你吃口想你吃不呀 我都不是瞧不起我自己真的 就我要真吃 你都拿不出你一百万 但凡问你们这种问题的人 要是说话都算话 要真都这么有钱的话 我早就成一万富翁了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哎佳哥 公司要裁缘了你知道吗 你跟王姐之间裁你了 为啥啊 那你还不明白吗 人家王姐 都要裁缘了你知道吗 结完婚了孩子也有了 不像你就还得结婚 还得休残嫁呀婚嫁呀 你看才进来的时候 看到垃圾桶旁边有纸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捡起来呢 我早就发现了你这个问题啊 品德方面的 你被开除了 我是技术部的 我又不是保洁 那照你这理论 我替你这上你家具打造卫生 你是不是能提拔我当项目经理啊 不是你这种脑残 如果这西名鸡汤 啥时候变成考核员工的标准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我都听说了 公司运转不好要裁缘 你别找这种烂借口了 正常走程序 我在公司 待三年 按劳务法合同补偿好三月工资 抓你时间吧 小二 哎你 爸 周末 过家吃了啊 我出去参加婚礼去 我也参加婚礼去啊 那你穿衣服和大家一起走 你上哪儿 我上东北大厂 我也上东北大厂 你几楼啊 八楼 我也八楼 新娘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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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结婚了 你老大不小了 你是不是也得找一个了 你还有同学吗 你干啥你想 我我我我我就问问 姐 我跟我女生去看电影 晚上我想带她回家 我直接说吧 去我家坐坐吧 木的地方有点强啊 我得咋说呀 你就跟她说 我带你去梦开始的地方 牛 哎小猫 做谁呀 做哪个人做花 啊 什么花呀 那是我小宝贝 哎 你看看 好看不 我给她定了素花 一会就到 到了我就走 这小姑娘只剩素数不大 哎 你哪知道的啊 哎呀妈 鲜花都会又来骗小姑娘的 我们成年人的世界 只有有钱花和随便花 不要不说你 你咋不好找对象呢 你懂太多了 老弟你知道四大画家是谁不 啊 齐白石画俠 徐北红画马 张大千人画骨 这这不猜啥吗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你 你画饼 你们家祖床画饼 不是 我又不信我祖床画什么饼啊 人家的是烙饼 别跟人粘体代骨的 你是画 哎 你是画饼 不是 你你咋知道我给人画饼了 哎呀妈现在 那小姑娘长得那么好看 你不给你画饼人能相忠你 啊 你就你的一堆一块的 你长得这么 有礼貌 是吧 天台这么 稳重 是吧 日商这么 淳朴 你就说你 行行行 别说了别说了啊 好像骂了又好像没骂 我滑到了我走了啊 消息会再走 哦 哎呀 我好像那个来了 啊 这地方可没有超市啊 那我也憋不住啊 那 你把鞋垫先拿出来垫上啊 啥 哈哈 嘿嘿嘿嘿嘿 喂 哎妈姐你咋个这呢 你妈呢 我妈打麻将去了 不是我怎么一来找她她就打麻将去呢 你要找她干啥呀 她又给我接受对象啊 这家只用我超能力真的 要不然你妈不再把她接受给我的 咋子呢 哎呀 那真是 就那长相 放海里头最自动得是个成像 那一进屋 我立老远就看着她头皮了 啊 那可能忘洗头了呗 头皮 头皮 不是头皮屑 那放山里头走一圈真的 那走进科学能播五级 那要是你说能跟着 真的吗 咋的啊 喂 姐我的意思是 你今天打扮挺不漂亮啊 口红显气色呗 我这YSL416是我最近在德物上买的 他们大牌口红4号特别全 而且比装分便宜100多 你自己还有活动 再说了 你姐精神在当大都是死地拍 跟哪个妈讲管 我家楼下那个 哎姐你给她送口红去啊 快给她送口红 我给送的一张红 哎呦这妈 哈哈哈哈 太吓人了 姐啊 老姨一家办事你知道吗 他家有办法事啊 买房子了了过点 嗯 这帮人都疯了 你随多钱呢 我随个屁啊 他那房子给我留一屋住了 我自己还租房子 我上那给他众瞅见 我这有病 我咋的你要随啊 不是 那他都告诉我了 那多不好意思 不是 你平时脸皮挺厚的 再跟我 你还来个脸皮保的 今天不好意思 金榜天明石 豆瓣花猪烟 你该随随 你买房买车你还随 那房子得你留住啊 那车能接你上下班啊 人情世故吗 那不 不去不不好 啥人情世故 我一年办三回事啊 非法机资吧 你钱大呀 以后这样欺欺少来吧 那他又问我我咋说呀 问题你就说 这回有事先不去了 下回的等你没了得我去 随大的 不准梦想全实现 车子房子 还准备了吗 没男的嘴咋了 咋的呢 这不严重小年了吗 我现在给我爷烧点纸 这一大早上我就去买G品去了 你才卖G品那有啥 有啥呀 有纸糊的iPhone13 太神奇了 你说这玩意我要烧过去 我爷爷能会用吗 那乔布斯都亲自下去 下去交进来 有啥不用 操哪行啊 那你孩子都有卖啥的不 手机壳啊 你怎么给我预怕了呢 那你还得给你爷配 得配那个充电器呢 iPhone13没有充电器 到时候你不给你配全了 人家问你钥匙量数 你万一让你送进去 那可坏派 哎呀 那我现在是不是得赶紧去买啊 别关门了 快去吧 别忘了那个要把那个老板那个名片也要一张 嘎呀 一起烧行 要有售后问题啥的 让你爷找他别找你 行 哎是不还得给我爷买个冲天宝 哈哈哈 你好不好意思来晚了啊 王阿姨介绍的啊 啊对对对对对 久等了啊 啊那个杨先生啊 对对对 我姓杨明伟 啊杨 你这眼睛 啊怎么了 真大 哦谢谢啊 哎呀 这酸眼皮比我眼睛又大 没有你你眼睛不是特别小 是眼睛小去光嘛 哎你这酸眼皮 大夫用屠龙套我嘎的吧 失败了是不 啊 喂啊 哪里天见嘎的 铁子你没看紫星吗 这不是酸眼皮 这太多文 女孩子还是分死一点比较好 那要像荷花一样 出淤泥而不染 铁子出淤泥而不染的 不只有荷花 还有金针菇 嗯 我特别讨厌整鱼 你要是没想懂我吧 你这个人可以走 好不好 你说你吹猫秋思 就得从一锁下来开始就叭叭的一根锁 那没办法呀 我这个人直肠子啊 你直肠子不至于从嘴要出喇叭 你会闹口有情商吗 再说了 你没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啥形象吗 啊 那草包露的大象腿 满脸者的大臭嘴 那肚子都让我想起新开源的3D大西瓜人了 就你长得真是取得离析颠沸流离 都不禁让我感慨你爹妈的神奇人事 就拿你的照片要是当那个手机屏幕啊 都得做病毒 你还嫌弃我吗 啊 太粗了你啊 再说了 那人活一辈子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 那我必须磕人活一辈子呗 那我只要是 不是特别夸张 整得我亲妈都不认识我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得我稍微微调一下子 我犯法呀 你是给我交过学费啊 还是给我换过尿布啊 我有什么权利让你赏心悦目啊 你在这会儿一遍遍巴巴的 啊 算了 行李 停 停 停 哈哈哈